你说这件事究竟是背后哪个消息 就是澄清纯粹是大家不要这么兴奋 因为有之后又有消息 有新的消息人只说 不是 其实都开了那部绿灯 大家市场会怎样去看这件事 其实如果你说从一个中长线角度 就是后市角度 不要说是不是这一刻 我想整个大方向上说 我是倾向正面一点那边 我觉得是有机会上得到市那边 因为始终这么说 经历了差不多两年的整顿 大家都知道你都几乎只没拆骨 还有其实昨天除了这些上不上市的消息之外 其实也有另一个消息 就说蚂蚁申请金融牌照那边 其实去到最后一回合的一个审核阶段 其实如果如无意外 能够批得到金融牌照给它 其实它是可以试唤为一只金融类别的公司 其实如果到时重看上市 是有这个一步一步行的一个方向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整件事来说 除非买自己这一刻不想上了 否则我觉得如果这样开得到 六单批得到牌照给它 有这个条件在这里的 所以如果你说整件事件去看 我觉得其实可以是偏乐观一点那边去看了 但是所谓的乐观刚才提到只是因为可能是真的上得上了 叫做对可能亚里的价值有少的帮助释放 但是这件事的炒作那边就真的不会跟可能两年前那些那么厉害的了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刚才都有说到就是过去这年纪你不断拆到 就是大概拆了一间马甲 甚至乎现在是由一间科技股变成金融股 那你银行股 那就是假设这么说上的时间 你金融股和银行股的股值都不同了 所以对亚里的那个炒作呢 就一定没有当年那么强的了 那这个也都是要理性一点去看这件事了